欢迎您收看奥运进行时 今天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57天 距离财奥会开幕还有86天 关注火炬传递的消息 北京奥运会圣火6月11号来到了云南美丽的香格里拉 来自不同民族的208名火炬手 在这片如诗如画的土地上展开了圣火和爱心的传递之旅 起跑仪式在香格里拉民族体育中心举行 人们身着民族服装再歌再舞欢迎奥运圣火的到来 现场还进行了传统马术表演 骑手高举中国加油 四川加油 汶川加油的旗帜绕场一周 仪式开始后 全场肃立默哀 悼念在四川汶川地震中遇难的同胞 香格里拉战第一棒火炬手是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冠军马巴金 奥运胜活由此开始了在神奇美丽的云南狄庆高原香格里拉的和谐之旅 面对镜头 马巴金有些不善言辞 但他还是表达了对灾区同胞的支持 全国人民会支持你们的 香格里拉圣火传地少数民族火炬手众多成为一大特点 208名火炬手中来自藏族 利宿族 纳西族 白族等十个少数民族的火炬手有127名 其中藏族火炬手有72名 火炬手手手相传的不仅是奥运圣火 还有对四川地震灾区同胞深深的牵挂和支持 香格里拉站传递的主题是 圣火光耀香格里拉激情创建美好藏区 40.36公里的传递总里程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是在香格里拉城区的传递 随后来到我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 普达错国家公园进行传递 传递途中展现了香格里拉独特的自然风光 和当地浓郁的民族氛围 最后一棒火炬手由香格里拉县委书记彭耀文 和云南著名中场跑运动员张国伟共同担任 他们高举火炬点燃圣火盆 宣告奥运圣火在云南的传递结束 奥运圣火下一站将在贵州的贵阳进行传递 11号下午2008年奥运会排球比赛的分组抽签结果 在北京揭晓 共有24支队伍参加奥运会的比赛 其中男女各12支被分为AB两组 中国女排将在8月9号首战委内瑞拉队 随后依次对阵波兰古巴美国和日本 男排方面中国队同样身处A组 同组的有美国保加利亚 意大利日本和委内瑞拉 中国男排将在8月10号迎战首个对手保加利亚队 那对于中国女排的对阵形势 国际排联第一执行副主席魏吉忠表示 中国队选择的是先毅后难的比赛思路 女排这两组 A组和B组来讲 相对来讲B组强 A组相对来讲弱一下 他先打尾头先打肉 他就说他使他的队伍逐渐逐渐的适应 另外给他时间去观察其他的队 在中国女队的同组对手中 委内瑞拉和布兰队的世界排名分别为第29和第9位 都比排在第6位的中国队要低 因此选择相对较弱的对手先打 中国队是希望逐渐找到状态进入佳境 北京奥运会女排比赛 每个小组6支球队前4名出现 之后与另一个小组的前4名进行交叉淘汰赛 直到决注冠军 与中国女排为四 中国男排同样利用国际排联的规则 及东道主的权力 挑选了同组中实力最弱的 委内瑞拉和日本队 作为自己的第二和第三个小组对手 同样的安排将有助于中国男排 尽早取得积分从小组中出现 他先打这两个队的 就是这个男队 他可能想争取出现 是不是 先把这俩打了 他就能出现 他就能进入四不知一决赛 在先逸后男还是先男后裔这个问题上 中国队选择先逸后男 逐步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可以说 无论是志在未免的中国女排 还是渴望在奥运会上 打出精彩比赛的中国男排 在分组形式已经明朗的情况下 他们接下来所要做的 就是认认真真地准备第一场小组赛 6月11号下午 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 大型记录电影 《祝梦2008》公映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导演顾军采用多线索交织的方式 为大家揭秘了鸟槽建设的台前幕后 以及奥运冠军刘翔 体操队的三个小运动员的故事 6月24号起 《祝梦2008》将在全国公映 奥运会之后 由顾军导演拍摄的北京奥运会 官方电影也将与观众见面 16岁 今天的人在奥运年 我们要向您介绍的是中国国奥队队员 王永珀的故事 经过了6年时间的磨合 这个憨厚的小伙子 今年打进了他在职业联赛中的首例进球 那面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王永珀也有自己的期待 这是在今年的中超联赛 山东鲁能队主场战胜辽宁宏远队的比赛中 王永珀打进的一例进球 虽然进入一线队已经有6年的时间 不过这例进球却是王永珀 在职业联赛中的首例进球 事实上直到上个赛季 王永珀才成为球队的主力前腰 回忆起成长的6年时光 王永珀最想感谢的是两位教练 一位是当时2003年山东鲁能的主帅聂波 是他给了王永珀成为一线队员的机会 另一位则是2004年接管他们的新教练 吴华 一直对自己也不错 然后一直能训练的时候 然后能多弥补一些欠缺的比赛的一些经验 2005年王永珀迎来了一位新队友 他就是刚刚带领深圳队获得中超冠军的郑志 由于两人同样四肢前腰位置 郑志的到来让王永珀失去了大量的上场机会 听不上比赛的时候确实觉得 就是说挺困难 但是当时幸亏就是还好训练 什么能跟得上 然后还有国庆集训嘛当时 正是国庆队的争调让王永珀看到了希望 也让他得到了训练和比赛的机会 2007年郑志加盟了英格兰的查尔顿队 而此时一直默默努力的王永珀也终于等来了机会 获得了自己渴望已久的主力位置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 很多球迷开始对这个长相很厚体型堆势 但在赛场上有颇具零性的球员有了印象 如今已经是中国国奥队队员的王永珀 对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充满了期待 虽然奥运会每支球队只有18个队员的名额 但是王永珀并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因为奥运会毕竟说人生当中不一定能赶上 所以说现在尤其是在自己国家举行 他说能赶上这次机会挺不容易的 又是失灵球员 说这都是大家的梦想 都想去为国竞选自己的力量 好一起再来浏览一下国内外体坛的其他消息 6月11号上午 中国男足对于卡特尔的比赛进行了总结 总教练杜伊克维奇表示 已经开始考虑与伊拉克队比赛的首发阵容 下午6点中国队进行了训练 有伤在身的政治重新回到队中参加训练 另外伊拉克队11号晚上7点在天津进行了赛前训练 其中内部对抗比赛对外封闭 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 目前伊拉克队中没有伤病 也没有因为红堂牌禁赛的球员 6月11号欧洲杯小组赛 地组西班牙4比1大胜俄罗斯 西班牙对比利亚打进三球 地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 未免冠军希腊队以0比2不敌瑞典队 NBA总决赛第三场 胡人主场以87比81战胜凯尔特人 将总比分翻成1比2 科比拿下了全场最高分36分 感谢收看奥运进行时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奥运圣服务在香格里拉传递的精彩瞬间 耳边传来奇人的呼唤 擦干泪水我们肩并肩 灾难虽然能破坏家园 却无法动摇我们的信念 眼前面对自然的挑战 把悲伤化为心中的勇敢 通一片土地鲜线 同一片土地鲜线项链 把你无保留的传递风险 虽然前途的路漫漫 跟我们又彼此相伴 牵起手 抄前奏 让我们大声的呼喊 给你我的力量 在这一刻我们更坚强 用血泪足弃荣耀的相爱 传递到最需要的地方 给你我的力量 在这一刻我们更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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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人的凄凉 给你我的力量 在这一刻我们更坚强 从我人的凄凉 中国人的月亮 一档雄居频道高端的经典新闻栏目 一个深度了解全球重大新闻事件的传播平台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 中国新闻 带您直面重大新闻现场 倾听权威专家深度评说 中国新闻栏目广告 由管告知公司全面代理 有人这样问过我 播出的一条公益广告 能不能改变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漏性 我说不 公益广告对于社会中的那些不文明的现象 也许不可能要到并出 但是我相信 一条公益广告就好像是一盏灯 灯光亮一些 那么我们身边的黑暗就要少一些 并且我更相信 每个人的心灵都像是一扇窗 窗户打开光亮就会进来 我相信 我相信 文明就在文明 为我们罕见眼睛 近得出手可及 有时候 有时候 文明 多一点批量 还有时 多一点耐心的等待 对别人来说 就是一种关爱 有时 多一点点分析 对别人来说 就是多一份文明 我相信 我们每个人买出一小步 就会是社会 卖出一大步 所以我发现 文明是一种力 就好像奥运火炬传递一样 在每个人手中传递 也能够汇聚所有人的热情 我相信 相信屏幕前的你 更多的来发现 来释放自己 文明的热情 文明的中国 盼奥运 赢奥运 讲文明 输心疯